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想就是说 这个伊朗跟这个普丁 还有这个土耳其 那个埃奥短也要去 所以这个三方的会谈 表面上讲的是叙利亚的问题 因为叙利亚现在的这个 阿塞的政权 他们是属于实业派 所以伊朗跟俄罗斯 是同样支持阿塞的政权的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立场 那么这个叙利亚问题里面 还牵涉到一个就是库德族的问题 库德族的问题就是土耳其 他们最关切的 所以叙利亚问题事实上 这三个国家聚在一起谈 是合理的 那是不是有额外的事情要谈 这个我在想 叙利亚问题也不是今天发生的 那么过去已经持续 已经好多年了 怎么会突然 现在就三个国家 要来谈叙利亚问题 所以我认为叙利亚问题 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要谈的问题 倒是三国之间 怎么样 共同来面对区域 以及全球局势的发展 这里面本来应该要谈的话 当然是比较好谈的是 俄罗斯跟伊朗 因为他们本来在叙利亚问题上面 就有共同的利益在里面 那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 那当然就是说怎么样让伊朗 我觉得在强化伊朗上面 应该目前是属于 比较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不管是经济上 或者说国际处境上 甚至军事上 怎么样来强化 强化这个伊朗 那么可能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因为伊朗基本上只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就是美国 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的话 这个其实中二一三国的军事演习 已经进行了行之有年了 三五年了 最近才刚刚在这个所谓的 北印度洋做过一次军事的演习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没有去 倒是土耳其去了 尤其去了伊朗 我觉得最幕后的 正在召集的应该还是普丁 那么普丁现在呢 最近的外交动作还蛮多的 他出国的频率算是挺高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普丁能够前一阵子去离海 去土库曼 那么土库曼去参加离海国家 这个会议 那么这次又可以又跑到伊朗去 这些国家在我们来看起来比较遥远 可是对俄罗斯来讲 是他的后门 非常重要的国家 那他把国家的关系 这些后门都顾好 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他表示他的外交 还是有足够的国家在支持他 临近国家都支持他 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在目前的时刻 有极大的外交利益 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说 而且选在这个美国总统 离开中东以后 前脚刚离开 俄罗斯一脚就踏进来 我觉得有校正 这种互相叫 这个别苗头的这种作用 可是实质上 我是认为俄罗斯现在的做法 可能会强化他的盟友 那么强化的方式 我觉得有很多种 以俄罗斯来讲的话 除了经济上强化的话 还有军事能力的强化 那这个会改变当地的这种 军事的平衡 这场美国掀起的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争霸战 就是说谁是世界第一 说实来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你跟欧洲国家 你有比较深的关系 你把欧洲国家拉进来 你在亚洲你既有的盟邦关系 日本韩国两个小兄弟 基本上拉进来 然后还有这个你这五眼联盟 这些国家拉进去 差不多了 你这些 你现在连纽西兰都不太愿意 跟你玩这个 搞全球抗中 你抗中有什么 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他为盟其利先受其害 那都为了 为了谁的利益效力 都是为美国的利益效力 美国要跟中国大陆 做全方位的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所以我每个挑战我都要跟你迎面而上 跟你来一针长短 一针高下 这是美国的国色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这干世界其他国家什么事 尤其对沙古地阿拉伯 对这个中东国家来讲的话 从地缘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你美国事实上过去是你 军力强大 你把你的航空母舰 一艘一艘开到我们波斯万来 耀武扬威 还在那边动武 修理那个打那个 而且你最早 你美国对中东最大的一个利益点 就是以色列 而以色列是大部分 与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都在关系都不好的 对不对 当时他是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独立的支持他 让他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 那并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忘记了 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对 所以就是说现在美国要 其他国家也加入他的全球反中 现在又有一个全球反俄的阵营 这些国家就会问一个问题 这样做 我有什么 我得到什么利益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必要这样做吗 当然是没有必要 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沙古地阿拉伯不就是如此吗 你看像沙古地阿拉伯 现在被拜登说 这个5G我可以帮你建设 6G我可以帮你建设 但问题是 人家早就已经是由中国大陆来协助建设了 拜登说要替这个沙古来建设 围堵的不就是华为吗 华为 那可是沙古地阿拉伯一听 说我对不起 我不会拒绝去用华为的电信系统 我用的好好的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听你的呢 你可以给我更好的offer吗 对不对 因为美国自己的5G都比中国大陆还落后了 他凭什么来代替中国大陆的华为 跑到第三世界去 去那边帮人家建设 人家是已经在开始建了 而且不是这一两年开始 华为你这个4G 3G可能就是已经 沙古地阿拉伯就已经用了华为的装置了 华为也不是今天才出来的一个公司 它跟这些全球各个大的 各大国的电信事业 它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关系 那你美国今天政治原因说来就来 那个就是说你要人家 你有没有考虑到人家可能会有 立刻的财务上的损失 对立刻上它发展上的损失 美国就是说现在变成 我觉得越来越像 以前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那时候30年前将美国闹过一个笑话 美国很多产业 它过去从来不外销 它这些公司 它制造产品 说实话 它能够在美国卖 就让它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它没有外销 可是它当时 当然跟这个外销的大国 那时候第一个是日本 开始去抢美国市场 美国那时候就开始说 我们也要去做外销 来抵折 结果你知道 他们送出去的电器产品 到第一个送出去以后 就被人家退回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退回来 销到欧洲的 被退回来 因为它还是用110伏特的电 人家欧洲是220伏特 它连这都搞不清楚 就让人家买它的产品 现在美国到世界各地就要说 你不要跟中国大陆说 你跟我做生意 这东西我来做 就有点那种心态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自己准备 根本就认识不清楚 你今天中国大陆在这些 中东那种耕耘的时间之久 而且它的产品的那种 华为产品的那个竞争力 跟它整个连带的 整个服务系统 不是那个说 叫人家说 你今天提出来这个问题 人家就会觉得已经很唐突了 人家为什么要对你这个配合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我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这样看 就是美国抓尹熙悦这个政府 抓得非常的紧 反正他亲美嘛 对 其实我的观察我觉得其实 尹熙悦从选举开始 他美国就已经在抓他了 那最后让他以些微的这个领先 赢得了这个韩国的大选 成为韩国总统 那他在选之前 他当时在Foreign Affairs提到了 写了一篇文章 就已经把他的外交政策立场 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我觉得他这个 当时可能他写了这样引起美国注意 或者说在之前就有美国跟他 已经有联系了 希望他在外交上做这样表态 都有可能 那不过就是说在他这个就职以后 像美国事实上 美国总统到亚洲来 第一次先到韩国再到日本 就是为了尹熙悦 那可见美国对尹熙悦的重视 那么这一次在这个 这个北约的峰会里面 还特别叫日本跟韩国的这个 这个领导人一起到这个 到这个欧洲去开会 北约的峰会 这在接下来你看 这个叶伦财长 有必要跟这个跑到特别 他当然是回程了 特别跑到这个韩国一趟 你就可以显示出来 拜登政府对尹熙悦这个政府 非常的重视 而且希望他在这个 这个美国的整个的 全球的战略里面 希望韩国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角色 那尹熙悦目前为止都配合了 都配合了 可是我觉得他提起他国内的压力 他也一直 我想他有透过很多管道 不管公开或者是暗地下 也跟中国大陆表示了 他没有针对中国大陆 要以中国大陆做一个明白的 一个对手的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有做这些动作 那美国对他的争取 或对他的掌控 会越来越加强 所以任何时候都想到他 然后现在一步一步 把他拖下水 所以韩国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是美国 拜登政府里面 重点要把他拖下一个 美国在东亚地区 一起联合抗拒中国大陆的 一个重要棋子这个角色 那么尹熙悦是不是 能够做到多少 他能够抗拒到多少 我觉得就他上任以来 他的支持度 剧烈下滑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他迟早会提到铁板 这个铁板是来自韩国 国内的重要的大企业 他们在中国大陆有重大投资 各方面利益 市场利益的 可能会对尹熙悦 目前这个情况 我想迟早会表示出 他们反对的一种 用一种某种方式 来表达他们反对 美国现在就自己 他用自己的航空 是买自己波音的 美国现在升息的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路透社说 有这么多国家面临 12个国家倒债的危机 他也选择 他们有把欧洲 那几个最大的那些 倒债可能最大的 最大的那些问题提出来 可是现在也有人说 这些倒债很多大的问题 是美国在那边生息生出来 生息 利息负担加重 利息负担加重 而且现在你这个美金 这个不断的升值 这个美金大量的撤离 这些开发中国家 就造成这些国家的 本身的这些经济的困境 我们台湾不就是 股票市场现在不是挨红遍眼吗 外资撤了多少 短短这一个月 外资撤了多少 但这不只在台湾发生 它全球都发生 所以IMF的总裁去年就警告美国 说你不要以民为货 你不要老收人家韭菜 你现在只顾你自己 你不要忘记你的美金 是世界性货币 你这个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货币 你的一动一进 你要有国际的这种 国际的责任感 现在美国掌握了军队 不负责使用 手上拿了美元 也不负责使用 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问题 路特社从来没有检讨说 他就是检讨那些国家 还居然说是中国的债务陷阱 斯里兰卡只有10%的债 是中国的债 其他90%都是 什么世界银行 亚洲开放 日本 还有其他是欧美各国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城就是围穿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